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外门大学 这一讲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主题叫做如何点菜 因为我们在这个实际在国外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要出去吃饭 或者跟朋友一起去餐馆去咖啡厅进行点餐的这种过程 当然了如果说你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之后 你也有可能带他去餐厅吃饭对吧 有可能会帮助他点 这时候也会涉及到一些跟吃的有关的 跟菜有关的这些单词和表达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涉及到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课文及单词内容的讲解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点餐的时候必须会用到的 叫做过去未完成时表示礼貌 如何表达自己的需求 好,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词汇讲解部分 在进行词汇讲解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带大家一起拼读一下这些单词 好,我们从第一个单词开始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因性名词叫做账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账单 它的动词叫做 动词叫做 Gondar这个词其实它是技术数数的意思 既然是账单嘛 它就是对刚才您的消费情况进行了一个统计和计算 所以用它的名词来表示账单 我们一般说买单或者结账 就叫aganda por favor aganda por favor 好,我们往下来看 implegado叫做雇员 implegado叫做雇员 我们之前已经碰见过这个单词,对吧 我之前说过它可以表示售货员 也可以表示保姆之类的意思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词的动词叫implegar 它的动词叫做implegar 叫做雇佣 叫做雇佣啊 然后我们来看 下一个叫做rundo rundo叫做形容词啊 一起的 rundo 这个词它有时候经常可以跟动词在一块去修饰那个主体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吧 叫做vamos rundo 这个时候它是修饰那个主语的啊 我们一起去吧 rundo 然后我们下来叫做mandega mandega是黄油 mandega 银性名词黄油啊 我们往下来看 下一个单词啊 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蛋挞 还是阳性名词叫做 ubasteo de nada ubasteo de nada 哎有同学说这个nada啊 这个nada不是 不是不用谢吗 de nada 那个是de nada啊 那个是de 这个nada呢 蛋挞里的这个nada是什么意思 是那个起酥的那个油啊 叫basteo de nada 好 我们往下来看basteo de nada basteo de nada 它这个词是从basteo上来的 嗯 这个basteo de nada 馅儿的这种饼啊 之前咱们说了啊 表示什么什么店 咱们讲买衣服的时候 还说过这个问题 对吧 比如说sabado叫鞋 那么鞋店就叫 sabadaria 面包叫bam 那么面包店就 badaria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见过 那libro 书店就叫 divraria 什么lía 什么lía pizza pizzaria pizza店 好我们来往下看 bdido bdido叫做 阳性名词 请求要求 bdido 嗯 我们一般说 进行请求啊 叫做fazer bdido 叫fazer bdido 这个词 它的动词是bdido 这个词本身就叫做 请求 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般咱们说bdido aogen 就是向谁进行请求啊 这里其实可以换成 非中毒间接军格 啊 它可以换成非中毒间接军格 我们 来看一下啊 这个bdido 和fazer bdido 其实我们在这个 葡萄牙语当中 经常会用 几个动词 比较万能的一些动词啊 比如说叫fazer dare 尤其是这两个词啊 当然有可能 还有 dirar dumare 这两个 咱们今天姑且先不讨论 先说这两个 我们一般用这两个单词啊 fazer叫什么 做 对吧 当然叫给 但通常时候 我们一般让它脱离了 它自己的含义 我们把它后面加上一个 名词 这个名词呢 是 动名词 就是从动词上来的 比如说这个bdido 它的名词叫bdido 咱们就说fazer bdido 然后 其实它的意思啊 就等于这个 它的动词 口语当中呢 我们一般不太 会直接去用这个动词 一般我们用fazer加上它的名词 或者dar加上它的名词 来表示 这个名词的动词意思 好 我们往下来看 刚才说过了 这个叫做bdido 请求要求 对吧 bdido augen fazer agumagoida 我们来看下个单词 叫做boku boku叫 少数的 少量的 少数的 少量的 这个词啊 比如说 人很少 boka boka boso 要注意这个boku 它在修饰名词的时候 要进行性的 和数的变化啊 比如说这里 修饰boso 它应该变成 boka boko boso 好 我们往下来看 下一个单词 叫做 sabarado sabarado 看这里啊 这是一个分词 既然是分词的话 那么它的动词 叫做sabararse 或者说 我们说吧 叫sabar 使什么什么分离啊 sabar 使什么什么分离 当然也有 sabararse sabararse d 不是空啊 要跟谁分手啊 跟谁分开 那个 我们之前说过啊 记这个动词的时候 比如说sabarado 和sabararse 你记它的时候 我说在出水的时候 你不要管它 作用是否 作用于 动词啊 是否作用于自身 不要从它的定义角度 去理解 你就把它当成两个单词 sabarado 叫是 什么什么分离 sabararse 就是 跟谁分手 或者 与谁分开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dohada dohada 叫做烤面包片 tus 这个是 英雄名词 a dohada a dohada 我们从头来 再把所有的单词 进行一个拼读啊 a conta o empregado junto a manteiga o pastel de nata a pastelaria o bedido bedir pouco separado a dorrada bouco a